这当中有没有郭家人的? 郭家?郭家的人并没乘上登仙梯的资料,只是说要见了鬼衣才会细说。 就让他们进来吧,其他的人先送回去。 于是管事出了外面,将郭家老太爷和郭信宁两个人请了进来,而后便与老者一同退了出去。 请坐,祖孙两人心头微动,觉得声音有几分耳熟。 关于登仙梯的事,你们知道多少? 那登仙梯虽说只有先帝级别才能上去,但是当年我也曾上过一次,只不过还没走到关道就被打下来了。 他从衣袖中取出遗物,避上钱。 啊,鬼衣,我们是诚心想要换下那单药的。 这是一份去登仙梯那里的路线图,上面还记载着一些要点。 我敢说,除了我们郭家之外,也就只有一些隐士家族或者那三个宗门里的泰山,才能得知消息了。 凤九接过他地上来的东西,仔细看了一下。 凉九,他点了点头。 确实,与其他人比起来,这一份路线图和你说的事情,确实是最完整的。 他将地图合起,拿起一旁一本写着易换物的小本,见上面所要易换的是三样稀少珍贵的灵药。 郭老爷自选的东西,也很合我的心意。 鬼衣精通炼丹之术,我想,什么样的珍宝都没有稀少珍贵的药材来得合适。 正好我家中有这么几位珍贵灵药,便拿来与鬼衣一换。 凤九换了那在外面候着的管事和那老者进来,对老太爷道,这枚单要是你们的了,现在就当面验一下单。 于是,老者上前为他们验单,让他们都仔细看了一下,最后双方交换了东西。 回到谢府的凤九,回乡房中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地图,将路线都记了下来,又将那郭老爷子说的事情标注下来,直到中午,谢玉堂拍响了他的门。 小九,小九。 房门打开,他看着站在房外的他,什么事啊? 那阮家说要给我们赔礼押金,我娘请让我问你要不要去。 不去不去,你们要去就去吧。 那行,我先去跟我娘说一下。 他转身便离开了,凤九走了出来,在院中活动了一下筋骨,便唤了一声。 银子,房中的银狼窜了出来,蹲坐在凤九身边,看着他。 走吧,去前面转转。